妈 我还这么年轻 你给我安排什么相亲啊 还搞突然袭击 我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 施宇啊 妈能不急吗 你说你自从高中毕业 哎妈行了 以前的事能不提了吗 好了好了 我已经到达指定战场 报备完毕 难怪我妈这么着急 武将破诈 不好意思来晚了 我的荣幸 哥 我 陆氏二少小陆总 我现在竟然沦落到去相亲 哎呀哥 你就帮我我吧 啊 二叔那边就交给我 真的啊哥 那这个非洲项目就交给你 行 你够啊 小陆总 我去还没想法 是陆回安吗 我是 请请坐 你的花往哪儿了 哥 嗯 你 你 怎么会在这里呢 陆琪姐 晚上毕业了 今天有空吗 很想要你当面给你一个答案 陆琪姐 你还会呢 陆琪姐 陆琪姐 你还会呢 陆琪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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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孕 放心 還是 孩子想想他都不會 就讓這大一切都落下 看不見我臉 等下 這次是要聽我的答案 是心疑惑 那條子的 哈哈 哈哈 好醉 過我的時間嗎 我只是沒辦法跟著你一下我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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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夫妻一起 甚至三 我只是一場笑話 哥 我坐一下 那個 我們先簡單了解一下 江小姐 你是什麼星座的呀 双鱼 那 你是什麼血型的呀 A型 哥 對了 我聽說 你有一個新開的醫管是嗎 是 江小姐 我這兩天肚子有點不舒服 你幫我看看手呗 抱歉啊 現在是休息時間 如果您真的有病的話 先去掛號 飯菜不錯 感謝款待 江小姐 你這一口還沒吃呢 突然有些沒胃口 抱歉 江小姐 那我下午去找你好不好 欸等等 江小姐 這是我送給你的花 謝謝 江小姐 我終於找了 哥 我追出愛河了 哥 這次都是真的 以前都是女孩子追我 現在是我追女孩子 你從小什麼都厲害 這次你可一定得幫我呀 看來你沒機會了 她不喜歡玫瑰 姐 不如這個時候 孩子不喜歡玫瑰 什麼時候 你還在為那個男人小心 放心 是的 孩子生下來了我 她喜歡野強壁 好了 以上呢就是本次陸總 私人遊艇接待客户的流程 喂 哥我在僵尸禹館 等他下班 結果他說晚上要去音樂會 沒空跟我約飯 所以呢 我要去偶業 但票早就賣完了 你不是認識音樂會的經理嗎 不認識 謝謝你們 為了此次遊艇的策劃方案 我們項目組的同事 可都熬了一週的通宵啊 嗯 不錯 不過 把弟弟從遊艇的音樂會 沒事 這不早 怎麼還有空不散呢 是騙的意思 不好意思借過一下 你說什麼 謝謝 麻煩挪一下你的腿 江世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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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是你對我窮追不捨 現在又對我避之不及 哪有這樣的道理 以前是喜歡你 現在對你避之不及 是對我未來對象最大的尊重 我花錢買了票 憑什麼樣子 這因為聽說不是當後勤點的 你怎麼 还是这么梦往事实的 这个家伙 真是轻易就能撩动人心 可是同一个坑 我不会再踏入第二次了 是是 你别吓唬外婆呀 你怎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了 但雨夜夜 动了那么久 外势之邪 轻入几雷 引发恶寒 能醒过来 就已经很不错了 今后啊 切记 我再让他情绪激动 醒了 诗诗 你醒来了 外婆 诗诗 别哭 你怎么这么傻呀 我以后不会再犯傻了 好 江世瑜 陆先生 有何贵干 多少钱 我赔你 我不要钱 你加我微信 把衣服洗干净还净 这怎么像是 那是高中时 陆行舰不喜欢 怎么会拍下我的背影 不 这不会是 再说 他用谁的照片做头像 都跟我没关系 皇晚衣服就刷微信 以后一定不能再见 陆同学 你的手真好看 我 可以摸一下吗 我有戒品 我就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 没有第二次让我心动的手了吗 这手工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 至少我先不要忘了 诗诗 我给班上同学都发了邀请函 就陆行舰说他没时间 挺好啊 我也不想再见到他了 好久不见 这是江湿雨 他还是那么漂亮 班长 当年所有人都找不到江湿雨 原来是你在偷偷联系啊 怎么 嫉妒啊 我不嫉妒 有人嫉妒啊 这陆某某啊 可是找他找疯了 也还在跟避免 你呢 还 perlu 真的和我姐姐在一起 你真的嗎 您招到的任務 誰是 找我 洛西警示意讓我因為一夜的 讓我 只是出於愧疏了 行了齊嘉玉 邊拿壺不開提拿壺 是是一個人來的 你幫我多照顧點啊 沒問題 江世宇 同學 來來來 客瓜子 猜猜我在班長婚禮上碰見了誰 江世宇 他好像一點都不在意你了 笑死 讓你當年裝矜持 江世宇 你當年突然失聯 是跟陸行劫有關嗎 不是 是因為我爸爸工作調動 所以才辦了家 可惜 今天陸行劫有事 不然 你倆就可以重續舊夢了 不是 你們這些人怎麼這麼沒勁啊 老把江世宇和陸行劫扯在一起說 誰不知道他當年追了陸行劫三年 心裏面全是他 以前的事就別提了 我早就把他忘了 哎呀 一點都沒變 還是這麼漂亮啊 哦 快 咱們加個微信 哎 姓張哪 回邊去 江世宇 不想家不用家 不用給他面子 我告诉你 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 就是陆星琴一条狗 少在这乱叫 不许的话赶紧去 好不好 我就算再不喜欢陆星琴 你也连他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 不要脸啊 哦太帅了 你都怪你 太帅了 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手 加油加油加油 哇好帅 同学你好 你也是来报到的新收吗 哦 哎 同学你这就不礼貌了 如果能和你分到一个班的话 能不能每天和你握一次手 不能 张子行是吧 你一个靠着我们陆氏下游订单活着的人 就已经这么形状了吗 陆总 您今天不是没空过来吗 怎么 我需要向你帮我一行 不敢不敢 还不滚 我也滚我也滚 三二一 三二一 这边这边 这是潘行给我的 先生 拿到捧花可以送给现场自己心仪的女生 星姐 那我喜欢结婚 你接着 是一个 我回去吧 这就确实不错啊 可恶 明明不喜欢我 现在却让所有人误会你喜欢我 你的承诺永远这么碎 你不会喝酒 你别喝呢 嗯 你别动 我都数不清了 走 跟我来 我带你去洗洗酒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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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湿雨 张嘴 嗯 江湿雨 嗯 把水喝完了 手给你摸 摸谁的手 我只摸陆行简的手 那你看看 是谁 你是假的陆行简 真的陆行简 才不会给我摸呢 会 真的 是谁 嗯 藏起来睡醒了再摸 江湿雨 你当初 为什么不告耳别 江湿雨 当初 你为什么不告耳别啊 江湿雨 真是个没有心的女人 谢谢 那个陆寒安说很喜欢你 你呢 我可不想叫洛行简堂哥 地图不见太重见 妈 我没看上那个叫陆寒安的 你再帮我挑挑 没看上就算了 妈再帮你挑一个 你看 这个怎么样 嗯 你爸爸的学生 现在在市医院就职 你该叫他师兄 谢谢 谢谢 谢谢师兄 谢谢 谢谢师兄 等会儿装肚子的 就去给你买蛋糕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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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有事吗 上次攀勤婚礼 我照顾过你 你过来帮我看看病人 我们扯平 什么时候 现在 现在 我就在你对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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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洛杉矶真小 是他和那个女人的孩子 怎么了 还不上车 前天才见完我弟弟 这么快 又去跟别的男人相亲 你就这么着急嫁人 对啊 不像你 孩子都这么大了 你当然不着急啊 佳世宇 我单身 未婚 爷爷你好漂亮 比我妈妈还漂亮 真的 真的 是不是啊 舅舅 陆星浅 你为什么都不看我一眼呢 我长得不好看吗 你看看你未来的女朋友 她长得可好看了 看看 我们现在碎碎去拍个片子 看看什么情况 我好对症下药 现在就去 咱们拍完片子 让江阿姨好好地照顾 爷爷 我肚子不疼了 可以不去吗 可以哦 真可爱 如果当初她来赴约了的话 我们说不定也有这么可爱的小团子了吧 孙木啊 你这家三口的原汁也太腻贴了吧 对啊 这要是拍下来 发到网上肯定会火 他们是在议论我和陆星浅吗 一家三口什么的 我会大了 我和陆星浅怎么可能会有孩子 陆星浅 你外甥的报告应该出来了 我去看看 你看好你外甥 陆碎碎的家属 陆先生 这是碎碎的报告单 您是陆太太吗 小朋友没什么大问题 就是肠胃有点虚弱 注意饮食就好了 我不是 谢谢 您客气了陆太太 您真漂亮 我真不是 你怎么也不解释一下 反正以后也不一定会见面 有什么好解释的 虽然不用吃药 但是肠胃虚弱 长期不注意的话 很容易肠胃感冒 平时还是要多注意点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你姨爷求你了 陪碎碎吃个饭好不好 妈妈每天都很忙 没时间陪碎碎吃饭 吃了 她妈妈一直在博外 这样吧 一起吃个饭 就当是我欠了一个人情 姨爷求求你了 陪碎碎吃个饭好不好 好好好 我答应你啊 我们一起吃饭 四孟 你怎么到肠胃科来了 是哪里不舒服吗 朋友的孩子病了 不过没什么事 你们还没吃饭吧 我带你吃个饭去 叔叔 舅舅会带我们吃饭的 抱歉师兄 确实有约了 没关系 师妹 我其实就想问一下 你对我的看法 我对你还是挺满意的 如果你也觉得可以的话 我们可以试着 再进一步发展一下 没关系 我们可以先做个朋友吗 我们本来就是朋友啊 走吧 姨姨快走吧 我都要饿死了 走 不好意思 她今晚是我的 没事 只是今晚而已 陆星姐 嗯 我吃不下了 这是我吃过的 你 姜世宇 读书的时候 怎么不见你 不好意思啊 陆同学 你不能因为有人喜欢你 就放弃身材管理 这个鸡腿 我帮你吃了 这家伙怎么还记得 那时候我们都年轻不懂事 在我这儿 你可以永远不懂事 嗯 那个 这顿饭我吃好了 随随随 随随 随随 姨姨先走了 拜拜 哎 太晚了 我送你吧 谢谢你送我回来 这个家伙 从上车就时不时盯着我看 他想做什么 到底想干嘛呀 这个 从刚才 一直在 陆星姐 你灰蛋 天哪 今晚上丢脸丢大了 陆星姐 我欠你的人情 今天都已经还清了 我们以后都不要再见了 陆星姐 我欠你的人情 今天都已经还清了 我们以后都不要再见了 舅舅 姨姨好像不想和你扯上关系 不想扯关系 这个永不得的 七年了 我的小蝴蝶总算飞回来了 平时不锻炼锻炼 注意身体 好 妈 我回来了 诗诗回来了 白昼说你早就走了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有个朋友的外甥 突然肚子疼 我就带他们去看了看 顺便吃了顿晚饭 来来来 你觉得白昼怎么样 聂师兄人挺好的 但是 我对他没感觉 你不会还在想着高中时代的那个小子吧 没有的是 我只是对聂师兄没感觉而已 不喜欢就不要勉强自己 更不要因为外婆而强迫自己跟不喜欢的人在一起 知道吗 外婆最好了 没事 回头呀 妈再给你找一个 你这耳环怎么少了一个 可能不小心辣朋友车上了吧 我耳环肯定掉你车上了 什么时候来呢 不能同城送吗 不能 那我不要了 好 好 送给你的 洛行姐 你才跟我表白吗 当然不是 我就是为了担心 那我不管 我就当这是表白礼物 洛行姐 我接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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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是个耳环吗 不要就不要 姨姨 你为什么不接我视频啊 你不喜欢翠翠了吗 刚才姨姨误点了 姨姨 我一个人睡不着 可以给我讲故事吗 姨姨放心 舅舅无在 好 那我来给翠翠讲一个睡前故事 陆碎碎 你又在玩玩手机 舅舅你小声点 姨姨在给我讲故事 从前有一个聪明的小棉花鹿 她来到一个森林里 森林里下着小雨 她突然 我不要了 这个家伙 我会以为我是在勾引她吧 舅舅 你是不是惹姨姨不高兴了 今天早上我给姨姨发信息 姨姨却不理我 没有的事 舅舅 你这样欺负姨姨 你是追不到姨姨的 你要对姨姨好 还要给姨姨买礼物 并且要让姨姨看到你的付出 姨姨才能心动 你才能找到女朋友 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到底是谁交给你的 怀恩舅舅说了 这都是男人的种族天赋 这个药要小伙们熬 记得二十吃 谢谢医生 吃吃医生 没事的话 出门左转下楼 试试医生 我不舒服 你给我开点药呗 又怎么了 我这儿不舒服 手伸出来 你现在跳下和游泳都不成问题 下一位 别啊 试试医生 我 我是想你想的心疼 你 你就给我开点药呗 或者 我吃一顿饭 他就好了 小林 送货 好嘞 试试 我 陆少爷 请吧 试试 试试医生 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我 我 管好你下路回安 哪个王八蛋 哎 哥 你怎么来了 哎呀 你还不放心我呢 哦 对了 哥 你看这个 龙宝斋拍卖会的黄花梨胶椅 这可是弟弟花了好大价钱才打听到的 江小姐喜欢她 我可是就靠她俘获江小姐的方心了 哥 你这次可一定得帮我呀 江小姐联系我让我管管 以后不要再来一管骚扰的 哥 知道了 我非常喜欢江小姐 我 正好公司有个去我西北京 要不然我派你去 二选一 你选吧 哥 哦 我知道了 我保证 我以后再也不来骚扰了 那龙宝斋 这个我不熟 不可能 哥 帮了我吗 你想去西北 不不不 那还不赶紧滚回去 我 喂 帮我联系一下容宝斋最新的拍卖会 陆总 您不是不喜欢拍卖会吗 现在喜欢 八百五十万一张的明代黄花离交椅 真想亲眼看一看长啥样 可惜被场外神秘大佬拍走 来我家 给你看 椅子被他拍走了 他什么时候喜欢收藏了 江世宇 你不能答应他 可是我好喜欢这把椅子 下周二可以吗 下周二上午十一点 我让司机去接你 机会难得 只是去看一眼椅子 又没什么 反正陆行俭都见了那么多回 不差这一回 这真的是最后一回了 哇 陆行俭 我给你八百五十万 你可不可以 把这个椅子给我啊 那可不行 这个 是我准备给未来太太的彩礼 那 那算了 你别在地上蹲着了 地上凉 江世宇 你一惊一乍的干什么 被占便宜的不是我吗 我没有 陆总以前不是有洁癖 不喜欢被别人碰吗 好了 什么好了 洁癖好了 那 我可以摸了 当时我不是跟你说过 只要成绩考好了 我就给你奖励嘛 现在兑现 陆行姐 你不要想象不好 就给我摸摸手 不行 我要洁癖 我洗了手的 很干净的 我说江世宇 你能不能矜持一点 如果我矜持的话 你就能给我摸手 那我就矜持 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 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下次考试 考进全校前三 真的啊 耶 太好了 老陆行姐 你不许反悔 等我 不用了 不用兑现 当时是我年少不懂事 老是缠着你 给你造成了不少影响 当时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藏起来睡醒了在梦 想起来了 想起来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想起来啊 好丢脸啊 椅子我看好了 那我就先走了 我从来没有觉得 你缠着我是对我造成困扰 小心 怎么 刚才摸手奖励不够 还想再来一个 我不小心的 椅子看完了 我先回去了 江世宇 你跟他早就结束了 不 应该是从未开始过 小姐 大小姐 有人送了把黄花梨胶椅过来 啊 收到了 这椅子不是你送给 未来太太的彩礼吗 愿意让给我了 不是 只是借给你看几天 它到底什么意思 愧疚的补偿吗 我那天已经看过了 送回去吧 我出差了 马上登机 别人去我不放心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到时候联系你 在这之前 随时保持联系 我 什么人吗 王婶 把她送出房 不 送仓库 好 师宇 好巧啊 嗯 你们如果两个人一起的话 借给我们一起拼个桌吗 呃 这 好好啊 来吧 大家一起还热闹 啊 这边 来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呢 是我师妹师宇 嗯 多吃点啊 味道还不错 师宇 这家的牛上脑特别新鲜 一定要尝一尝 嗯 多吃点 吃得开心吗 啊 开心就好 嗯 哎 在富大附近餐厅 看到聂白舟 和僵尸与相处的 挺和谐快乐的 不像我们路三少 好人诊所 被人赶了出来 走吧 哎 就这 我们去玩一会儿吧 诗诗 我们平时去KTV的时候 你都不去 今天机会难得 今天还是算了吧 有点晚了 我们一定还要坐诊 你们一起玩吧 诗诗姐 咱们就一块玩吧 对啊 就一会儿 一小会儿嘛 今天机会难得 一起去吧 这 我先接个电话 在外面 嗯 对了 客户想要视频看椅子 你什么时候回来 比较着急 嗯 我现在回家 大概要一个小时 我到了再打给你 打车回去 还是司机接你啊 打车 不安全 我让人来接你 不用了 我今天还是不去了 你们好好玩 我下次在一起 嗯 聂师兄 那我就先走了 我送你 不用了 对了 聂师兄 我希望我们之间 保持好朋友之间的距离 啊 我知道了 那你早点回去 注意安全 嗯 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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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小蝴蝶 终于飞回来了 这一次 我绝对不会在那里 江湿雨 有事吗 这是一百万 以后不许再出现在白庄面前 否则 别怪我不客气 我给你一千万 别再骚扰聂师兄 江湿雨 你耍我 怪不得聂师兄不喜欢你啊 这位小姐 你撒野 撒错地方 你给我等着 师师姐 还有很久吗 还有病人在热敷 一会儿还需要针酒 你先回去吧 我自己可以 可是师师姐 这外面就一条巷子 这天黑了也没几个灯 师师姐你一个人 没关系 你先回去吧 注意安全 嗯 好 那师师姐 我先下班了 嗯 陆总一下飞机 就迫不及待地来找江湿雨 不过以江湿雨 对陆总必如蛇蟹的态度 今晚只怕陆总要落空了 哎呦 哎 哎 哎 陈特主 这个月想不想要双倍工资 想 那你去前面 把那个车胎给放 啊 这 陆总现在都这么直接了吗 还不快去 是 啊 啊 喂 陆总 事情都办完了 到时候想办法补偿一下四季 让四季吃亏 好 感情就你一个好人 江小姐 也不知道哪个天杀的 将我车子轮胎气给放了 多怪我就不应该去上厕所的 没事张叔 你先把车子送去修理 然后就早点回去休息吧 可是这么晚了 您一个人 没关系 我又不是第一次自己回家 小鹤 妹妹一个人走这么深 是不是在等哥哥呀 你们起开 别紧张 哥哥们只想跟你聊聊 全都摸一摸 你们别过来 就是还不小 达人还挺疼 不过 不过看你长得漂亮 我不会 我要摸回来 别跑啊 小娘们挺能跑啊 就是欠收了 等会儿 我要摸个本 才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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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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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兄弟 我劝你别多管闲事 现在可不行英雄就没那一套 去你妈 老子别让你多管闲事 你他妈拢了 你你爽了 你爽了 啊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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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啊 啊 去哪儿啊 这不是平江医中的江大美女吗 平时看着天成这样 这个臭的小门 也不怎么样吗 这不是六叔那几个混混吗 听说他们经常在这一带独女孩子 江湿鱼这么漂亮 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江湿鱼的 江湿鱼 过来 还不走 走 你怎么这么晚了 还在这么偏偏的面馆里面吃面 这下面好吃 再说了 你不也经常来吗 我又没做错 你还说我 好了啊 对不起 没事了 别哭了 胆子倒是比高中大了 没哭 人生会变的 先上车吧 怎么样 我们家陆总帅吧 江小姐是不是对我们陆总心动了 全世界男人死光了我都不会喜欢他 好 那就是曾经喜欢过咯 陈特助 下车 跑不回去 啊 这 椅子你可以拿回去了 江湿鱼 你就这么不想跟我扯上关系吗 是 为什么 没有联系的必要 陆总 警局那边回来消息 有人顾那三个混混去骚扰江小姐 是谁 王家的王若兵 他是聂白州的同事 一直都在追求聂白州 所以他误会了念一生和江小姐的关系 王若兵的父亲有几个关键的项目 都是我们注资的 那就叫停 便警告他 如果他管教不好女儿 我就替他管教 是 三高空你交代了 梦后主使是王若兵 我已经处理了 有话就说 是 陆总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江小姐她 不喜欢您这款吗 这是江小姐 昨晚睡前的点赞 我在刷小视频的时候 发现她 江小姐还关注了她 她会不会喜欢这一款的呀 石师姐 我们下班之后想一起去吃火锅 石师姐要一起吗 不了 我有约了 是念一生吗 不是 我对念一生没感觉 我们只是朋友 那 石师姐 有没有喜欢过别人 喜欢过 谁啊 这家伙 好像在故意让我欠人情的 就一个 一个最好再也不见的人 去忙吧 你怎么穿成这样 你不是喜欢这款吗 这是在 取悦我 石师 外公刚才给我打了电话 说外婆午睡醒来后 一直吐血 现在送进医院抢救了 她担心你外婆 可能熬不过今晚 怎么了 我外婆出事了 你的车可以借我开回去吗 我送你回去 走 朋友水 喝一点 鹿行姐 这个给你 我不要 拿着 走啊 这么多年 你都没换过吗 换过的 哦 嗯 诗诗啊 你外婆下了手术室 人就回来了 不过得在ICU观察一个晚上 你现在 是自己在开车吗 嗯 不是 和一个朋友 那就好 你让你朋友开车 不用那么快 一定要注意安全 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 外婆住院了 还在ICU 等人醒过来 才算真的没事 外公说 你慢点开 不着急 嗯 好 骆行姐 七年前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我向你表白 那个时候 你怎么想的 那个时候 我没想法 原来真的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我那么纠缠她 她没有推开 是因为还硬吗 那你怎么 不问后来 姜世宇 你是真的没嫌 把这个送给外婆 祝她早日康复 那你接下来什么打算 我先找个酒店休息 其他的没什么打算 那我一会儿陪你一起去找吧 不用了 你先去看看外婆 你们好好地叙叙旧 嗯 好 外婆 傻丫头 你哭什么 外婆好着呢 都是自家人 买什么花 这个花不是我买的 是 是 是找男朋友了 是 你外婆最大的希望 就是你定下来 嗯 刚在一起没多久 是她送我回来的 这个花也是她买的 这是 什么时候谈的男朋友啊 刚在一起 她怕有些唐突 就没有上来 她有心了 那就让她上来见见吧 嗯 喂 你离开医院了吗 还没有 那你在哪 我去找你 我在停车场 不太好找 你到楼下来等我 好 外公外婆 我把她叫上来了 去吧 你找我回来有什么事 陆行姐 你可以帮我个忙吗 什么忙 假扮我的 男朋友 是为了你外婆对吧 嗯 是 我外婆一直都想让我身边有个伴儿 可是她这次做完手术之后 身体不知道能撑多久 短时间内我也找不到合适的对象 所以 我不会让你白帮忙的 我答应你 谢谢 不用谢 我也没想着白帮你的话 尖少 现在几雄 嗯 那走吧 我现在是你男朋友 我知道 那你打算 我们就像不相干的人样进门了 外公外婆好 我是陆行姐 诗诗的男朋友 这次过来太唐突了 我连礼物都没有准备 是我叫诗诗把你叫上来的 应该是我唐突才对啊 不会 诗诗 你男朋友长这么好看啊 比你外公年轻的时候 帅气多了 哪有外婆 哪没有啊 你自己看 还好吧 外婆 你怎么了 没事的事实 你外婆 咳出来就好了 你们 赶来一天的路 回去 休息吧 行姐又开了这么久的车 晚上 咱们家 一起吃个饭 行姐也来 外公 他晚上还要去 我一定到 休息吧 走吧 困了 要不我送你回去吧 可是外婆家 离市中心有点远 那要不 你去我住的酒店 不用了 随便在附近找个书店 或者开发馆 坐的就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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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别的意思 你只好可以过去午睡 我就处理邮件 不会吵到你了 嗯 好 今天和大家说个事啊 诗诗带男朋友来啊 我且有男朋友了 我怎么不知道啊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 是陆家那小子 陆家 不可能啊 我姐不是已经拒绝了陆怀安了吗 怎么又在一起了 不是陆怀安 是陆家老大 陆行姐 就是那个 二十三岁执掌陆家 被称作神子的陆行姐吗 我姐怎么认识她的呀 大姐好 我是诗诗男朋友 我叫陆行姐 这就是行姐呢 我是江丛卿 诗诗的爸爸 叔叔好 这是诗诗的妈妈 也好 这是诗诗的舅舅 舅舅好 还有犬子啊 请啊 你好 来 我们来共同举杯 欢迎行姐 来 好 来 走走走 行姐 你是怎么认识诗诗的 妈 我们高中就认识了 陆行姐 也是平将义中的同学 这么说来 你们是同学 是的阿姨 同学好啊 知根知底的 是啊 来 动快动快 别吃别聊 来 试试 吃这块 每次 行姐啊 来 舅舅敬你一杯 好 哦 对了 你们两个 谁捡表的白 哦 是我追的诗诗 你们是高中同学啊 那这样说来 你们的缘分 还是不错 也算是 青梅竹马 这家伙 这么快就进入角色了 我听说 诗诗曾经追一个男孩 追得很紧 行姐 你认识他吗 哦 妈 以前的事情就别提了 吃饭吃饭 好了好了 来 让我们共同举杯 诗贺 行姐和诗诗 终成眷属 好 走 诗诗 你爸爸喝醉了 我们先走 叔叔阿姨慢走 改天 我一定登门拜吧 拜拜 慢点啊 人都走了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不把手放下 张志云 我说过 我不会白帮你的 骆行姐 我事先说好了 我是有底线的 你不能太过分 比如 比如 我不陪睡 我不是说 你会让我陪你睡觉 我是说 你可能会让我去陪其他人 牺牲我的色相 谋取利益 张志云 我在你眼中 现在是这样的人吗 不是说无间不伤吗 比起这个 我更喜欢肥水不得问 张志云 我们结婚吧 结婚 你别紧张 听我说 你说 我需要你跟我 协议结婚两年 这个 就是我需要你回报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我家里人 老是让我相亲 次数太多 真的很厌烦 你放心 我们结婚 顶多你就见见我家里人 跟我同住一个屋檐下 其余的 和你平时生活 没有什么区别 可是 你不想相亲 直接拒绝不就行了 为什么非要以 这种方式解决 我家里人太难缠了 可是你想想 如果以后我们离婚了 你就是二婚 万一中间遇到 真正喜欢的人 岂不是会让他伤心 我知道 这样会让你鸣誉受损 我会补偿你的 那 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是我认识的 唯一一个女生 我是唯一一个试婚的吧 陆行俭 你这个太突然了 我得回去好好想想 一个月可以吗 好 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 陆行俭 你也辛苦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张诗玉 这不是女朋友 送别男朋友 该有的病情 我agem俩 要对她相思 你这么多的 何不如你 去带啊 忍不住 你 这流氓 走走走 照顾外公外婆的同时 别忘了照顾好自己 好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和你一起 说天上的星星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听你所说 这才是男女婆婆 该有女友情 我等你 等什么 我才不要跟你结婚 这才是男女婆婆 哎 哦 诗诗啊 是男朋友寄过来的吧 嗯 院子里的水果正好也熟了 你也寄点过去 你怎么突然 借这么贵的药材过来 这是给外公外婆的见面里 你也太敬业了 嗯 之后我会讨回来 事先说好 我是有底线的 你不能太过分 诗诗 露行姐 是不是你之前喜欢的男生啊 外婆 外婆 干嘛这么问啊 哎 你回答外婆就可以了 嗯 是 这兜兜转转 还是重逢了 说明你们呀 有缘分 外婆 上一次我跟他堂弟相亲 这相亲的时候见到他 尴尬死了 哎呀 傻丫头 这在意才会尴尬呢 既然在一起了 就好好处 外婆 还等着吃你们的戏糖呢 外婆 诗诗 你等我一下啊 嗯 诗诗 诗诗 这 是不是你以前没送出去的礼物啊 你看 外婆呀 一直给你好好收着呢 求菩萨保佑陆行俭 心想事成 一生平安 这是你要送给他的礼物吧 看来这手串啊 注定要去找他的主人了 你高三毕业后 走得着急 不过啊 你之前的房间呀 一直给你保持着原样 那里有你很多的回忆 快去看看吧 吃素的重量 像大小似不微妆 有时候 陆行姐 今天英语老师说 我的英语口语很糟糕呢 你英语最好了 能不能帮我补戏一下 好 那个江诗语 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脸 天天贴着陆行俭 张陆行俭给他讲课 你说 该不会陆行俭 喜欢他那样的人吧 什么喜欢呀 陆行俭对江诗语好 是因为 江诗语之前无意之中 救过陆行俭他妈 我知道陆行俭这个人的 他呀 最不喜欢欠别人的人情了 他只是在报恩而已 原来陆行俭对我好 是因为这个 何必再揭开七年前的伤疤呢 外婆 我以前是不是很傻 我家的事实施啊 是自信的 飞扬的 喜欢什么呢 就会去表白 可不像现在 外婆 外婆 现在怎么了 现在啊 是躲在外婆这儿 不敢面对问题 哪有 我就是想多陪陪外婆 是是啊 逃避啊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你现在只能吃清糖果 给你煮的 是是 真的太感谢你了 经过你的一番调理后 我怀孕了 真的啊 来 行俭 恭喜你 得偿所愿 那就要感谢我们的大功臣啊 是是 你和陆行俭 是不是在谈恋爱啊 没有 我跟他不熟 不熟 说起来 七年前 我们都以为 你和陆行俭是一对呢 怎么可能 他早都拒绝我了 这不可能 陆行俭可是班里 出了名的不尽人情 他对你一直都是 与众不同的 别老是说东说西 真的 刚才那年 我无意听到 怎么办 有一个人说 他对我好 只是因为 我救过他妈妈 陆行俭没有对我 与众不同 只是因为 我是他的救命恩人而已 这是怎么了 崔朱 啊 星哥 这小女孩真傻呀 就不怕被人额上吗 现在学校 星死真改 醒了吗 谢谢 请别乱动 我已经帮你叫了救护车 不对啊 诗诗 如果真的只是救命恩人的话 送个礼物就好了 他还给你补习英语 还任由你每天待在他身边 如果这都不算喜欢的话 那我找不到任何理由 来说明这一切了 真的是这样吗 诗诗 七年前你对陆行俭的喜欢 是有目共睹的 再见面你们都还是单身 你真的就一点想法都没有吗 我应该有想法吗 快吃吧 菜都熟了 你吃 好了 你跟个老妈子一样 你还不耐烦了 走 张叔 你先送我情景回去吧 好 我走了 不打你们了 拜拜 张叔 慢点开 你回来了 怎么也不告诉我 晚点准备告诉你 晚点 这什么时候 就 回家之后啊 外婆让我给你带了酒 还记得我 还算有良心 现在也见到了 我能走了吗 贾之雨 你是真的没有良心 陆行俭 你这是造谣 是吗 你不是说 外婆让你给我带酒吗 你打算什么时候拿给我 你什么时候要 明天 我明天拿给你 碎碎 姨姨 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很危险的 我妈妈又是约 明天不去幼儿园看我的表演了 那你爸爸呢 我妈妈说我是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 没有爸爸 可怜的孩子 姨姨 你明天可以假扮我妈妈 去幼儿园看我表演吗 我 明天 姨姨 妈妈从来没有参加过 大家都说我没有爸爸妈妈 他们还嘲笑我是野孩子 可是舅舅说 妈妈要努力挣钱 才能养活我 不能无力取闹 以前爸妈工作忙 就算爸爸工作调动 也会把我带在身边 世子一个人 一定很孤单吧 姨姨答应你 姨姨真好 谢谢姨姨 姨姨 你放心 这是我和你之间的秘密 一定不会告诉任何人 好 拉钩 陆碎碎 你又在背着我 是什么坏 我 我是来送酒的 这个酒度数有点高 你喝的时候注意 好 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 舅舅 我感觉姨姨在避着你 你是不是欺负姨姨了 才没有 是你姨姨喜欢我 所以啊 才不打理我呢 明明是你喜欢姨姨 还不承认 舅舅你真臭屁 对了 你等会儿记得 给你姨姨发消息 提醒她 舅舅你真狗 要这个 小朋友 王正 那个那个 多好看呢 姨姨怎么还没来 随随 你不是说你妈妈 比我妈妈好看吗 你妈妈怎么还没来啊 你不会是骗我们吧 才没有 我妈妈 就是比你们妈妈好看 我看你就是撒谎 你不会没有爸爸妈妈吧 随随 妈妈来了 随随 妈妈 妈妈 对不起随随 我来晚了 随随 你爸爸也来了 爸爸 随随不是单亲家庭吗 看到爸爸怎么不寒了 爸爸 表演几点开始 九点开始 陆太太 再蹲着 脚就要麻了 小心 陆太太 各位家长 咱们表演马上开始了 请家长 赖上小朋友 依次听从老师的指挥 去表演啦 走吧 我们往这边来 快走啊 你先松开 我手都出汗了 你干嘛 不是手出汗了吗 你看人家老公 再看看你 晚上回去伺候你洗脚 行了吗 这还差不多 陆太太 你这个样子 不知道别人还以为 我们俩都要过了 你洗过了 那是谁先帮着碎碎起来 你为什么不和老师解释 你是他舅舅 懒得解释 你懒得解释 害得我还要和你半夫妻 麻烦时时做戏 做全套了 接下来有请诗朗诵 顾碎碎 带来古诗词表演 掌声有请 好耶 顾碎碎上场了 我赶快去拍照 夏天的声音 是荷花绽放的声音 是蜻蜓点水的声音 是雷雨交加的声音 是蝉鸣蛙叫的声音 夏天的声音 是一首好美妙的交响曲 让我们聆听 聆听夏天的声音 感受夏天的美好 这孩子打小胶的好 好厉害 这孩子 学习 爸妈 真棒 来 师父爸妈 你们一家三口站在一起啊 来 我们拍点照片 稍微靠近一点啊 亲密一点 来 看镜头 三 二 一 再来一张 来 那边点 近一点 靠近一点啊 亲密啊 好 来 三 二 一 接下来到我们的亲自游戏环节 本次的亲自游戏项目是两人三足 请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做好准备 走 一般加油 恭喜鹿碎碎小朋友 在两人三足游戏活动中 荣获第一名 真不错 奖励三朵小红花 好 掌声送给他们吧 姨姨给你一个 啊 要不要给舅舅一个 他不用 谁说我不用啊 哎 回头你把照片发我一个 我给他妈妈好交差 嗯好 熟悉了 到了 今天都陪你演陆太太了 你还要占我便宜 张世宇 我只是想提醒你 手机没拿 你要是觉得我占你便宜的话 那我让你站回来 谁要站回来 张世宇 那个结婚的事 考虑得怎么样了 谁让你生这么大气 妈 我没生气 你都差点把生气写在脸上了 是不是和陆行俭 吵架了 没有 那不对啊 是不是陆行俭欺负你了 妈 真没有 那就是他惹你不高兴了 是是 妈妈告诉你 你可以谈恋爱 但是呢 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 也不算了 反正 我和他之间 更像是 我因为很多事情欠了很多人情 所以 那既然只是欠人情 爸爸妈妈和你一起 多买点礼物送给他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搭上自己呢 诗诗 你告诉妈妈 你是不是喜欢陆行俭 妈 我有点累了 我先去睡觉了 别生气了 更生气了 是不是要点骨头了 诗诗 诗诗 咱们有一个同学叫章语 你记得不 我婚礼的时候 你跟他一个桌子 他出差回来以后一直复习 吃药了也没好 你能不能帮他看看呀 行 那你们直接来找我就行 诗诗 潘琼 你说的中医就是僵尸羽 对啊 诗诗的医书很厉害的 你的腹泻他一定能看好 快坐 还看吗 要不是不能得罪判情 我早走 把手伸出来 去哪儿出的差 腹泻多少天了 难逞 半个多月了 有没有觉得 乏力恶心 你生病不会感到乏力吗 你要是不想看 现在可以出去 生病了心情不好 江医生不会建议的 你这个病情呢 是因为初差水土不服 引起的湿热外泻 侵入体内 发胃宣泻 还有 脾气过于易怒易暴 对病情很不友好 你哪里看得出来我脾气不好 张宇 你拿来要先回去吧 行 那我先走了 改天行李吃饭 不好意思啊 不知道他今天怎么了 他平时不这样的 不知道为什么 怨气这么重 没事 来 我给你把妹 宝宝很健康 继续保持 对了 芝芝 有件事我忘了告诉你了 你之前搬家以后 陆行俭像发了疯一样 四处找你 他要是真心想找我的话 之前学校都留有联系方式 他怎么会找不到我 连这点努力都没做 算什么法反 这才是重点 当年 你留家里的电话 是错的 然后你在学校呢 又一直很省心 老师也没有打过电话 不知道家里的电话是错的 你又搬了家 他当时天天蹲在你家门口 所以 当初是我 误会了陆行俭吗 这都过去这么久的事儿了 现在说也没什么用了 也是 不过 七年前我一直觉得 你们俩就应该是一顿 虽然现在过了七年 但我依然这么觉得 诗诗姐 你的外卖 我没点外卖呀 嗯 是陆总助理送来的 陆总 陆行俭 你俩这是 旧情复燃了 我跟陆行俭哪来的旧情 秦秦 你别造谣 那 现在不就有了吗 真没有 对了 你中午怎么吃饭啊 我老公来接我 行 那你去吧 晓菱送一下 走了 注意点身体啊 嗯 你让人拿回去 我不吃 给个机会让我反眠 我吃什么浪费了 事先说明一下 我昨晚没有生死 午餐 谢谢了 我下次给你带回去 江小姐 这是陆总特意为您准备的午餐 好 江小姐 这是陆总为您点的外卖 陆总 这是江小姐给您点的外卖 好 陆总 你们已经这样离上我来半个月了 这么久 陆总 您总不能这样一直跟江小姐僵持着 互相送外卖吧 陆总 小烧也突然发烧了 嘴里一直喊着要一夜 江医生 江医生呢 碎碎发烧了 施施姐在里面 我带你去 施施姐 江医生 先放到小床上 施施今天中午吃了什么 中午给小少爷做了 他最爱吃的可乐鸡翅 他吃了一碗米饭 还吃了一盘鸡翅 施施这是鸡食了 晓琳 拿东西贴 鸡翠平常一直都和你一起住吗 他平时和我住一起 平常一定要注意 不让他吃寒凉 鲜辣的刺激的食物 日常饮食也要多注意一点 姨 你别怪舅舅 舅舅每天也是很辛苦的 妈妈说 舅舅高中还没毕业 外公外婆就去世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 舅舅就要管理公司 还要上大学 现在还要照顾碎碎 使碎碎不听话 偷偷吃了很多鸡翅 那姨姨给碎碎 开一个定制的食谱 都是碎碎喜欢吃的 碎碎只要每天 定时定量去吃就可以了 这是姨姨和碎碎的秘密 好不好 好 睡觉吧 你们先出去吧 江世瑜 都一个月了 结婚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事事 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陆星姐 七年前 在你家楼下 你搂着的那个女生 是你女朋友吧 如果假结婚的话 她应该比我更合适 七年前 姐 别送玫瑰 需要你为那个男人死心塌地 你还在问 我去 还不为你口 这个孩子 休息了吗 爸爸 爸爸 你笑什么 你笑什么 那个女生 是我的姐姐 陆锦敏 那个男人 把她当作初恋的影子 她怀孕之后 那个男的就出去 找她的初恋 已经出国了 那 她 之后也没有再回来 没有 她已经在国外定居了 陆星姐 如果是你呢 你会因为初恋 放弃现在的爱人吗 赵世约 我陆星姐这一辈子 只被你一个人追求过 这个人 总是能轻易地拨动我的情绪 不过 我和她早就没有了可能 所以还是尽快还清楚人情 以后各自安好吧 陆星姐 之前答应你考虑一个月 现在也拖了这么久 我考虑好了 可以做你两年的陆太太 两年后 我和我的青春 就彻底告别了 你考虑好了 我考虑好了 不过 不过什么 我们 不用履行夫妻义务吧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夫妻的 我不需要 那如果是我需要呢 那我就得重新考虑一下了 开玩笑的 陆星姐 这个玩笑一点都跑笑 算了 先别说那么多了 我们去办正事 什么正事 我真的和陆星姐结婚了 不过 怎么和爸妈交代呢 结婚的事 过段时间 通知家里人 我们 不需要签什么婚庆协议吗 不用 要个时间 到时候告诉你家里人 然后咱们再把婚礼给办了 那什么时候接你家里人 这个不重要 当务之急 咱们先去商场 为什么要去商场 买婚戒啊 婚戒 陆总 店里最好的戒指 已经给您放在这里了 我们 不需要买这些吧 我们结婚了 该有的一事还剩下 原来是为了敷衍家里 好吧 学好了我们就回家 就这个吧 你和叔叔阿姨定好时间 我去家里拜访 还有 你把你东西收拾好 准备关过去 和我住 好 那在这之前 我想邀请你陪我回去 看个外公外婆 我很想他们 好 没问题 那我先回去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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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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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妹 先前都有冒犯 可以请你一起吃顿饭 让我表达一下歉意吗 抱歉聂师兄 现在恐怕不行了 师妹的结婚对象 也是相亲认识的吗 算是吧 才认这么点时间 就和师妹结婚 站在朋友的角度 我还是要劝谈师妹 师妹要小心这个家伙 她说不定对师妹 别有所图 别有所图吗 真结婚了 陆清姐 我从高中跟你认识到现在 我第一次知道 你是这么不要脸的一个男人 万一嫂子知道 你是在编造 你骗她结婚 小叫她跟你离婚 那就不早就回信了 陆清姐 你等一下 外婆还不知道我们结婚的事情 没事 什么时候想说再说 谢谢您 外婆 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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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好想你啊 我好想你 好好好 快进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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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坐啊 走吧里边坐 快里边坐 小陆啊 让她祖孙俩好好离婚离婚 这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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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刚好中午了 咱们去厨房 我俩菜 外公 我来坐吧 哎 做的菜不好吃 陪你外婆 坐那好好聊天 外公 快坐下吧 外公我来帮忙吗 哎 你会做饭 以前在国外的时候 不想吃西餐 就自己动手 哦 那你来 打下手 但男朋友回来了 外婆 看来呀 我们家世世的礼物 是要送出去了 外婆 你要再这样说 我就生气了 哎 喝茶 谢谢 你们俩都认识这么久了 怎么像 刚认识的小情侣一样 外公 呃 试试她比较慢热 内向 哦 啊 外公 我记错了 是我比较慢热 害羞 来 欢迎你们到家里来啊 来来来 今天我们一醉防修 哎 外公 到外公这儿 不要客气啊 这外公的手艺 你尝一尝 不行啦外公下去厨房 再给你弄两个啊 喝 来 诗诗啊 嗯 楼上房间都铺好了 哎 你俩老点休息啊 哦 啊 我 陆星姐 你喝醉了 哦 有一点 那我扶你去休息 我不是故意的 啊 啊 啊 一人余刺 这就是 我就不该管你 小诗语 争气点 诗语 诗语 醒醒 怎么了 未博可能 外婆 外婆 在救护车了吗 开出来 外婆 陆星姐 我害怕 别怕 有我在 抱歉 我们尽力了 病人正在里面等你们 外婆 外婆 诗诗 你和刑剪领证了 是 本来想跳一个日子 告诉大家的 看来 外婆真的吃到你们的喜糖了 醒剑 外婆 我在 以后事事 就拜托你照顾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照顾好她的 她要是和你生气 其实很好哄的 你要多点耐心 好 外婆 是只不想你走 外婆 不要走啊 外婆也想多陪陪试试 但是 外婆太累了 妈 妈 外婆 陆星剑 你不用做这么多的 我现在是你丈夫 而且叔叔和外公 他们年纪都那么大了 家案还那么小 他们哪有那么多精力 姐 有姐夫在 外面我们都会安置好的 妈妈和外公 就辛苦你照顾了 我知道 但你不要什么事 都麻烦陆星剑 姐 你到底和谁亲啊 还没办婚礼 就已经向着姐夫了 小安 你去照顾一下外面的客人 我这就去 陆星剑 明明想远离你 可是亏欠你的 好像越来越多 死我本啊 带你一起去京北 和女儿女婿一起住 等世事和刑简 办完婚礼 我这把老骨头 也可能 还带带小曾孙 就要一项边发 就要一项边发 她是 是 是 头发收了 姜安 快拿温度计 三十九多 快去拿药 快 这孩子 你为他吃药就特别麻烦 叔叔 我来吧 来 试试 吃药 张嘴啊 吃水 吃药 快 张嘴 要不 你扶他上去休息吧 好 叔叔 阿姨 忙了一天了 你们辛苦了 你们先去休息吧 那我明天一早来替你 星姐 试试辛苦你了 放心好了 我会照顾好她的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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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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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婆你不要走 小师妹 别动 阿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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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怎么样 感觉 昨晚上你发烧了 万一一直做噩梦 没事了 诗诗 你醒了 有没有他力不舒服 妈 我没事了 兴姐 你昨天晚上照顾了诗诗一个晚上 你快去休息 我们下午回京北 好 罗兴姐 谢谢你 好好休息 这次啊 多亏了刑警 你外婆的丧事 邻里外外安排得妥妥当当的 诗诗 你一定得好好感谢一下人家 嗯 妈 我知道了 行简 谢谢你 送我们回家 叔叔阿姨 我和诗诗领证 当时因为各种原因 没有来得及通知大家 这样吧 下个月三号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空 我家人正好回来 我们一起吃个饭 然后再商量一下婚期 不过 谢谢叔叔阿姨 给我这个机会 我和诗诗领证结婚的时候 没有通知到你们 实在是考虑不着 希望你们不要紧快 老爷不是怪 就是 想突然 不过对方是行间你 这段时间 你对诗诗的好 都看在眼里 你们年纪也不小了 相信你们结婚 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既然在一起了 那就好好地过日子 您放心 我会照顾好诗诗的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谢谢你 我爸妈 他们其实没有什么想法 就是单纯对你 比较满意而已 你不用放在心上 那你呢 你对我满意吗 陆行警 这是什么意思 是在撩我吗 我们之间 什么时候这么亲密了 能得到叔叔阿姨的喜欢 我很开心 知道了 还有 以后请不要乱开玩笑了 不然我会心以为真 再次喜欢上你的 那没什么事 我就先回去了 陆行警 还有什么事吗 生日快乐 我知道 你的生日 已经过去几天了 这段时间 一直在忙着外婆的葬礼 不是很重要的礼物 你如果不喜欢的话 可以不带 你送的礼物 我喜欢 喜欢就好 对了 你先得赶快收拾一下 尽快搬过来后来 这么着急吗 你家里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找一个 真正跟你结婚的 以后二婚多麻烦呀 还要再这么一次 我以后不会二婚了 你尽快搬过来和我同居 我们先同居 你也可以提前 适应一下同居生活 这样子的话 以后同居的话 你就不会感到尴尬了 不会二婚 是和我离婚以后 不打算结婚了吗 果然 一如七年前一样 她对情情爱 一点兴趣也没有 果然是高高在上的神子 这辈子 都不会为了谁 握宿成家了吧 那我先走了 好 这个家伙 真是越来越得寸进尺了 不行 要把婚前协议写好了 一定要明确一下 她作为契约丈夫的责任 和义务 妈 我回来了 试试 你跟行姐 是不是要搬到一起住了 嗯 在京北 你从来没有在外面过夜 你跟陆行姐 是不是还没到那一步 你 妈 妈知道你守规矩 但你们的恋爱速度 也太慢了 我让阿姨收拾东西 接下来 你和行姐 好好享受二人世界 好好过日子 我 这个陆行姐 给爸妈都下名药了 大门的密码 我已经发你手机了 嗯 好 最近公司的事比较多 我可能会比较忙 这边 这边是主卧 东西我已经收拾出来一部分了 谢谢 剩余的 您应该能用得上 这个浴缸我可以用吗 平时我都用不到 你随意 好 你会用吗 我研究一下 我来教你 岂不是更快 你打开热水的开关试试 好了 会了 嗯 那你先好好泡走 我先出去 记得不要泡去 喂 听说陆行姐结婚了 就是那个传说中的金圈神子陆行姐吗 不是说她不记女色的吗 这是她 陆怀安 她不是你堂哥吗 说说看 到底是哪个女人 把神子陷神坛上拱下来了呀 喂 喂 你们都看我干什么 我哥你们又不知不知道 这追她的女人啊 从京北排到了南城 这依我看 多半是谣传 这年年年要穿多嘛 大家都别放在心上 但是 有句话做不了假 我哥要是能结婚 我倒立 吃榴莲 卧槽 我哥真结婚了 江世宇 起床了吗 我过来拿一下剃须刀 好像在那个卫生间的洗手台上 来了 等一下 我去帮你拿 抱歉 我刚才在换衣服 是我倒吐了 什么人呢 与董 陆行姐 是在给我戴耳环吗 这不应该是夫妻之间 才能有的亲密吗 我们只是假夫妻而已 我自己来吧 别动 我来 喜欢的话 不用偷偷摸摸的 陆行姐 这太贵重了 这个 是我妈留给未来儿媳妇的 给你诞生正合适 陆太太 所以 这对耳环 是陆行姐的妈妈 陆行姐 这还是太贵重了 我们现在只是假结婚 我们这样会不会太 今天 可是要去见家长 原来 是为了这个 还翻起陆太太 能够帮我保管一下 好 我怎么感觉 陆行姐 像是在追求我呢 不可能 要是喜欢 七年前早就喜欢了 七年前 就算那天是她姐姐 她照样睡约了不是吗 今天还去医馆吗 今天中午两家人 不是要一起吃饭吗 我调休了 好 那你中午来找我 我们一起去 好 走吧 江湿雨 你来干什么 不会是来追陆行姐的吧 上学的时候 就天天跟一块狗皮 高药似的 追着陆行姐跑 没想到这么多年 过去了 还是狗改不了吃食 真够不要脸的 江湿雨 你是没脸吗 每天跟个赖匹狗一样 黏着陆行姐 真恶心 我又没打扰到你 你选你的呗 你坐在这就是打扰我 请回你的座位 是陆行姐 让我在这等她 江湿雨 你真够不要脸的 莫名其妙 我猜 你应该不会想知道 我来干什么 我不管你来干什么 但是现在是上班时间 我以公司员工的身份 命令你 不许打扰我们上班 这可由不得你 你 陆总 陆总 你是不是等很久了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没多久 爷爷他们已经过去了 我们走 靠 这美女和陆总什么关系啊 牵手了 不会是女朋友吧 我看不止啊 你们看到她手上的戒指没 那可是金春婚戒的 设计师定制款 金子一对 说起来 这份公司确实流传了陆总某的消息 我还以为是谣言呢 该不会是真的 说什么 江湿雨她也配 我费尽心思才考进来的 她凭什么 你好 我这里有关于柳氏中医馆 美女大夫乱开高价药 导致病人病情加剧的相关证据 有没有兴趣 来聊 爷爷 来了 介绍一下 这是我爷爷 这是我姐 爷爷好 姐姐好 你们来了 果然是个温婉大气的女孩子 难怪我们家性子薄淡的弟弟着了魔 撒谎都要把小姑娘骗去结婚 看来只能配合她演戏了 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 姐姐好 爷爷你来了 孙孙 好久不见 不好意思啊 来晚了 爷爷 这是诗诗的外公 还有爸爸妈妈 哦 亲家 你好你好 你好 快请坐 快请坐 亲家请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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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公 叔叔阿姨 这个是我给诗诗准备的彩礼 行家 这真是 没错 都是给诗诗准备的 这个家伙 叫我的小名还真是越来越顺口了 那挺诚意的 来看 亲家 这个臭小子 拐了诗诗这么漂亮懂事的姑娘 占便宜了 你有什么条件 尽管提 婚礼 我们两家 一定要办得漂漂亮亮的 那是 婚礼现场布置 还有宴请宾客 拍婚纱照都需要时间 我想着 要不十月中去办吧 这样时间比较充足 叔叔阿姨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也觉得不错 心结考虑得周到啊 爷爷 我是不是以后可以喊你舅妈了 嗯 舅妈 回去吃饭吧 来 可以吧 好 不错不错 你等我一下 我去送送他们 嗯 卫公 走吧 来 来 卫公 走吧 江师妹 你也在这吃饭吗 对 聂师兄 这个是 这个是我师妹 江世宇 她在中医方面 很有天赋的 哦 那正好 过几天啊 我们医院和其他几家重点医院 有一场联合交流会 你有兴趣吗 太好了 陆总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嗯 那我们先走了 啊 好 我等会儿接你 还不送 不想送 你手梁 我听你无误 江世宇 你和聂白昼还有联系 我和师兄是朋友 有联系不是很正常吗 江世宇 谁教你 和相亲对象做朋友 所以 陆行俭都知道 那他是故意接近我的 陆行俭 我们只是协议夫妻 你管的是不是有点多了 协议夫妻就不能吃醋了 你说什么 江世宇 你以为我和你结婚 真的是因为家里逼婚逼得太急吗 陆行俭 你骗我 是 你为什么要骗我和你结婚 还能是为什么 还不是想 江世宇 我是真的喜欢你 潘青说的对 妈说的也对 从重逢开始 陆行俭 就步步为营算计着我 江世宇 原来不管是七年前还是七年后 你都是个被陆行俭牵着鼻子走的 彻彻底底的大傻子 陆行俭 抱歉 我恐怕没有办法和你保持这种特殊的婚姻关系了 他说想得到我 就是喜欢我了 陆行俭 喜欢我 凭什么他有想法 我就得和他在一起 干什么 你抓我干什么 信不信我打断你的手 你可以试试 你敢动他 我不介意你少着胳膊 小子你知道我是谁吗 在京北 敢惹小野火 你知道什么后果吗 那你可以试试 你给我等这 走吧 师父 到锦院 姑娘和男朋友吵架了 要不一起坐车回家 两个人有什么误会 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聊聊吗 你说是不是 我跟他没什么好聊的 师父 麻烦你送他回去 张世雨 别生气 师父 开车 好 什么人吗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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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谢谢大家能来庆祝我的生日 大家尽管吃尽管喝啊 不要拘束 我再去给大家拿一点来 别停啊 江世宇和陆行俭怎么回事啊 他们肯定是在一起了 陆学神什么时候对一个女同学这么好过 还这么关照 可是陆学神不是说被宝送到国外的学校了吗 这一国恋可不好办呢 江世宇学习成绩也不差 不过陆行俭去国外念 你明天几点 他完全可以一起去啊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们想多了呀 陆行俭对江世宇好 是因为江世宇在高一的时候 救过陆行俭的妈妈 他之前给江世宇补习英语的时候 我就问过他 他是为了报恩 还人情而已 他真有这种事 你真问过了 我骗你们干嘛 反正我是挺看好他们俩的 即使他们现在不在一起 等到毕业之后 他们还是可能会在一起的 那江世宇知不知道 陆行俭今天就要回学校了 陆行俭回来了 马上就要毕业了 我有话 想对你说 明天下午 城市广场 不见不散 他高中不喜欢我这件事 难道是我误会他了 诗诗 你知不知道陆行俭结婚了 这陆神子做事 还真是让人琢磨不定 前段时间才单身 这才过了多久 结婚这么难 我知道 我很好奇 到底是谁 能将清冷高贵的陆神子 拉下神坛的 是我 他的结婚对象 是我 我就说嘛 就算高中没有在一起 以后啊 也一定能在一起 我才不要和他在一起呢 我是被他算计了 他骗我才跟他在一起 为什么 所以七年后 你们在相亲局上见面 他就开始图谋不轨 现在 他主动露出了他的狼尾巴 他还挺能忍到 他以前都不喜欢我 现在 我也不会奢望他喜欢我 嗯 他以前亲口说了 他就不喜欢你 倒也没有 那不就行了 哎 诗诗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误会 我不知道 诗诗 你现在 还喜欢陆行俭吗 你要是还喜欢他 就找他说清楚 你要是不喜欢他 那这些 就没有必要问了 还得立刻离婚 划清界限 有多远滚多远 嗯 我好好想想 再继续僵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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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就真的要失去她了 别和她谈谈 虚许 那我自己进来喽 啊 嗯 啊 啊 啊 你出去 不好意思 没关系 我在外面等你 心开的变人霜就这样摔碎了 这个家伙 就不能提前说一声吗 我说了你没理我 闭嘴 你谈谈 你出去 诗诗 哭了 是我把你惹哭的对不对 都怪你 当初骗了我 你现在还要再骗婚 你明明不喜欢我 你现在却又说喜欢我 江世约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了 当年那天 你回学校那天下午 我借了同学的手机 给你发短信 约你晚上在美食广场见面 你明明已经回复了好 可是你却一直都没有到 我等你等了一个晚上 不可能 那天晚上 我根本就没有收到你的短信 不可能 我不可能发错号码 你还回复了的 华氏 那天晚上 如果我收到你的短信 我不去见你的话 我就天地 打楼梯 对 同学 你看到姜世约 姜世约啊 她好像早就回家了 谢谢啊 后来 我姐来学校找我 我就跟她一起出去了 好 这件事我调查清楚 自然会给你一个解释的 我会平江 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是因为喜欢我 你先好好休息 剩下的事 我自己会处理 喂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有高三同学的微信群 我需要高绿军的联系方式 嗯 好 谢了 我知道陆学神找我事有什么事 高同学 请问你还记得高三我回校那天下午直日的一些情 其他我可能不记得 但是那天我一辈子都会记得 那天你就在教室没走 我还请教了你一道数学题 没想到高考的时候 就考了那一道题 让我和心爱的大学得了一望 谢谢你啊陆学神 那你记不记得 我铁神离开教室后 有什么人碰过我的东西吗 我当时只看到张雨 在你的桌子前停了两三分钟 不过当时是背对着的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碰过你的东西 除了他还有其他人 我只看到他去过你那桌 至于别人我不太清楚 不行 老师你知道江世宇去哪儿了吗 我有急事找他 江世宇他转学了 他家里人来帮他办的手续 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老师 那你有他家里的联系方式吗 我真的有急事 嗯 有 你自己疯我 你好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请查证后再拨 谢谢老师 你好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请查证后再拨 张世宇 你手机怎么关机了 你开机记得给我回消息 对了 什么事 咱们可以好好聊聊 别不回我消息 好吗 太太吃饭了 太太 陆总 太太发烧了 谁给 你声音 来 陆兴姐 你坏蛋 是是是是 我混蛋 我讨厌 你先照顾一下他 喂 外公 是是生病了 能不能请您过来看看 我马上就过来 好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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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是事怎么样了 不用太紧张 不严重 只是这几天 他的气血有些虚浮 情绪波动大 又着了凉 这是他高中时生的那场病 所以平时要多多注意 生病是什么时候 他随他父亲去南城的时候 就发了高烧 反反复复不假 整天躲在被窝里 最后才知道 他在平江认识个男孩 让他很是伤心 行前 他外婆去世的时候 说的那个男孩就是你 我当时就想打你的 最后他外婆说 两人能重逢 也算是缘分 所以呢 我也就没有和你计较 对不起 你这串珠子是他父亲 带他去庙里散心 他一步一磕头 专门为你求的 你要是再让实事不开心 你小心我不会放过你 表方 我已经写好了 这几天 虽然天气很热 但是 切记贪量 等他的烧退了就好了 明天是周一 他是不是要去医馆做诊呢 是 你明天好好照顾他 我去 有了外公了 对不起 是我让你经历了那么多 难怪你不愿意提起过去 十月 你醒了 外公来过了 是 外公让你好好休息 按时喝药 那你就好好休息 早点恢复 都是我不好 长这么大了 还让外公如此操耻 七年前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是我对你不够关心 也没有和你有足够的沟通 这才导致 我们产生那么多的误会 你要是还喜欢 你就问清楚 那天 你开车送我回去 你说 你没心思 当时你问我 为什么对你这么冷淡 因为当时我还是学生 根本就不适合谈恋爱 后来妈妈出事 家里公司也出事了 我不得不出国 但是江世宇 我是真的舍不得你 我不想就此和你错过 所以我选择回了平江 我本来想找到你 挑灭一切 但是没想到 你却在我生命中消失了彻彻底底 这一遍 这一遍就是七年 不过我知道 短信只是导火索 是我从未告诉你 我喜欢你 所以 才会让你患得患失 这一切 都是我的错 不过短信确实是被人删掉了 如果你不信的话 我给你看手机 你根本不喜欢我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给我补习英语 只是因为我救过你妈妈的命 谁说我是因为这个才对你好的 你又不想认证 当年你同学跟我说 他曾经问过你 是不是因为我救过你妈妈的命 所以才给我补习英语 你说嗯 哪个同学 我 我当时偷听的 我也不知道 我从来就没有说过这种话 当时 确实有人问过我 是不是因为喜欢你 才帮你补英语 我就回答了我说 嗯 那 同学为什么要在大家面前造谣 不管是为了什么都好 调诗 以后问题不要憋在心里 来问我 我都给你解答 那天后来 姐姐走了以后 我给你发消息 你都没有看到吗 诗诗 快一 你再耽误的话 就赶不上火车了 好 我来了 诗诗 你就拿这点东西啊 别的东西都不带了吗 手机也不拿了 不拿了 我到南上买新的 好 那行 那咱们赶紧走吧 嗯 张诗语 我一直在找你 可惜 有人不想我们在一起 所以 我们才错过了七年 所以 从那天相亲开始 你就开始算计我 准确地说 应该是更早的时候 陆怀安 今天的相机 不去也得去 哎呀妈 你说你自己都没见过 那个女的到底长什么样子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啊 要去你去 反正我不会去相亲 哎 我不是都给你看照片了吗 哎呀 哥 哥 你来评评理 你说这么模糊的一张图 吭死来看 他就是一个人 还能有多好看呢 七年了 那小蝴蝶终于飞回来了 虽然 那只是一个很远的背影 还很模糊 但是我就认得出来 可是你 你叫诗语 诗语 别哭了 这次 就换我来追你 太太 周好了 我来 疼 我可以自己来 你还有力气啊 那好吧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诗语 我衣服有点脏 我想换一套 那我就在这儿等你 嗯 陆行姐 我好多了 你也回去休息吧 好 陆太太不介意 我在这儿休息会吧 虽然误会解除了 我们还是夫妻关系 可是似乎 还没有正式确定下来 而且 不是说追我吗 这话怎么感觉 有点耍赖皮呢 还要和我睡一个房间 躺我的床 你 就是这么追我的 你想什么呢 以为 我要和你睡同一张床 我没说睡床 虽然我很小 但是我想陆太太 也不会允许吧 随便你 以后上班 就不用麻烦张叔了 我来送你 那万一你有应酬呢 那也没有你重要 我下班来接你 石石姐 感觉你今天心情好像很不错 有吗 有 那就有吧 哎呀 江医生经过爱情的滋润后 这感觉就是不一样 是啊是啊 感觉声音都变甜了 上次你让我查的事 查得差不多了 在我的生日会上 造谣的是张雨和张学义 我给张学义打电话问过了 他说是有人给了他钱 这样他怎么做的 但是人他没看清楚 不过这家伙的话也不能全现 上次潘晴婚礼 他还对江同学动了歪心思 张学义 这家伙娶了个有钱老婆 不过 人不咋变 一有时间就在外面偷吃 要不是看在老同学的情意上 就这种人 也配跟我们合作 那你把他偷吃的资料 给他老婆送一份衣服 中几 我早就想那么做了 张雨呢 十有八九也是他 不过 咱们没有证据 请请 张雨帅到了 出于老同学的情意 你们帮一下吗 请请 这个家伙 到底要怎么追求我呢 是是姐 嗯 我们的医馆被攻击了 什么情况 还不是那些中医黑 最近有公众号造谣 说我们医馆开的药 一点用都没有 都是骗人的 我看看 师师姐 你是没看评论 他们说得特别过分 什么讨人厌的话都有 那我们的病人相信吗 我们医馆的口碑很好的 并且大家都很信任 那就行了 只要相信我们的人 依旧信任我们 至于其他的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我知道了 师师姐 我不看了 一会我要去到医院 念师兄那边有一个病人 西医治疗一直不太顺利 我去看看情况 好的 师师姐 注意安全 师妹 这次是我同事的一个病人 先前我们采用 中医和西医的结合治疗方式 但是效果并不好 所以特地把你请过来看一下 稍等一下 好 中午一起吃饭 好 我在附大看着一个病人 你白周的 算是吧 我马上来 走吧 好 聂医生 这位是 这位就是刘老的徒弟 江世宇 原来是小师妹 师妹 病人病情严重 能请刘老亲自来看看吗 是啊 小师妹 让你老师来看看吧 师妹支撑刘老 刘老常夸她 听出一来二胜一来 就先让她看看 我先看看 师妹 这个病人 肠胃痙攣已经四年了 这一次特别严重 疼了好几天 也不见好转 主要这两天 我们医院的资深老中医都不在了 多一刻已经不过了 针酒工具盒 大爱助我都没带 你们这有吗 有 这针酒是有何用意呢 先给她止痛 原来如此 我怎么没想到 我感觉好多了 那就好 不过还是要多注意 一会儿我给你开一些中药 其他医生再开一些西药 中西医结合 更有利于你病情挥合 果然 请江医生来 真的太对了 当然 师妹很厉害 江医生 我那儿还有个肠胃科的病人 能否请你看看 病情和她一样 反反复复的 好 是 是 昏庸无能的中医大夫 抹黑了中医 就是因为这种中医的存在 才让我们中医被人黑 建议严惩这些 打擦边球的假中医 还中医一片清静 姜世语 和我斗 你还嫩 姜世语 你来干什么 姜世语 我就是听了你的鬼话 才吃了那么昂贵的中药 现在病没好也就算了 还越来越严重 你还有脸来见我 只要你遵医嘱 我开的药是足够的 不过我也跟你说过 你这个病啊 切记脾气暴躁 你不当回事 你这是在狡辩 这位患者 姜医生说得对 你的情况中间有欺负 应该就是姜医生为你开了药 并且你的病症 我们西医确实很难分辨 所以也不能为你对症下药 你应该消敬中医 张小姐 还需要我替你看吗 不需要 请简 你看看她 她老欺负我 以后遇到这种病人 不用管她的死 让她痛着就行 不必影响自己的心情 好 姜姐 我生病受伤了 人事会帮你请假 我现在 要带我太太去吃午餐 不可能 姜姐 你是来看我的对不对 够了 我不要再这样叫我路子 第一 以后在公司 不要叫我姜姐 叫我路子 第二 在我太太命 你这么亲切地冲服 我怕太太会吃醋 那你也不可能跟她结婚啊 她 陆太太 能为我自身 张武 你看清楚 你骗我的 你骗我的对不对 这不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的 她凭什么 她凭什么能得到你的爱 因为我爱她 凭她是我的太太 陆太太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如果没什么别的事 我就代我太太先告辞 姜世宇 你敢让我出处 我会加倍地要回来 不是想睡姜世宇 你的机会来了 之前亲过别人吗 没有 只亲过你 那你好会 多谢陆太太夸奖 你要是觉得吃亏的话 我可以补偿 今天晚上让你抱着手 睡觉 才不要呢 不许睡我房间 陆星姐 我到医馆了 我先进去了 没关系 我送你上楼吧 诗诗姐 这有个你的快递 我没没快递啊 可是写的是 诗诗姐你的名字和电话 而且地址也没错 这是 别怕 有我在 对不起诗诗姐 我也不知道谁这么确 都跟你借这么个玩意儿 没事 不是 我让陈特助 多派协人保护医馆 杨医生 我们已经查过了 这个快递并没有寄出记录 监控也只是拍到了一些模糊的背影 要找到送快递的人 可能会很难 江医生 最近有得罪过什么人吗 没有 只是最近 网上有很多黑我们临时医馆的 现实我们已经找过了 我们会尽快拍查的 不过这段时间 江医生还是要多多注意个人安全 诗诗姐 我一会儿就把这个东西给烧了 诗诗 有什么需要 就跟我说 如果我有需要 我会告诉你的 暂时还没事 好 我先走了 等我下班来接你 嗯 诗诗姐 你说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 别担心 但是他这一次没有得逞 他一定还会再来的 他不会善把根修的 那晚上呢 真的好吗 不过现在是男女朋友关系 应该没问题吧 你怎么过来了 我想你了 你害怕了 嗯 进来吧 你先休息 我去洗澡 我洗完了 你洗好了 十二点了 要睡了吗 其实 我不用红顺 真的不用红 要不 你陪我一起睡 好 我现在算是 主动投怀送抱 陆太太 你在紧张什么 没有啊 你耳朵都红了 身体也很紧 陆星姐 为什么要拆穿我 我只是想引起陆太太 注意罢了 陆太太 你在紧张什么 可能是因为 你现在 是老公 男朋友了 对我来说 今天才算第一次 同床共枕 别紧张 我在 你又想做什么坏事 没有啊 我帮你 重新系好 这又是哪个 王八大干 十四姐 你看这洗不干净了吧 这门很贵的 报警 必须报警 十四姐 网上突然出现一段视频 还说我们临时中医馆 曾经杀过人 临时中医馆大夫 致死周岁孩童 是中医大夫 还是杀人贵子手 我现在就去找证人 这个视频一定是批的 视频是真的 那不是网上说的呀 是是啊 你跟外公一天了 有没有想好 怎么选择 你放心 不管你选择 跟你爸学习义 还是跟外公学中医 我都是 林大夫 求求你 救救孩子 救救孩子吧 您先把孩子放床上 外公 这是吉兴风 我知道 诗诗 真情好 所以这就是 诗诗姐你选继承 林氏中医馆的出工 你 是 那诗诗姐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发布视频的人 和涂鸦大门的人是同一个 好的 诗诗姐 中医有个屁用 没有一点科学依据 中医还有救吗 年轻女中医开错药方 就不承认 你可以说这个女中医没用 不能说中医没用 好的中医历史上比比皆是 那些中医还要不要先看看 历史上有名的中医质变 是有多厉害 笑死人了 这么年轻的女中医也敢去看 吃她开的药 也不怕吃死人 年纪轻轻就被捧到这么高的位置 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 说不定是哪位大佬包养的吧 听说现在很多学生为了年少成名 一路睡上去的 这个人要不是这样 他怎么可能这么年轻就坐到这个位置 诗诗姐 怎么办啊 我们医馆现在被报复 不但影响整个中医的形象 而且我们视频微博号也被冲了 现在私信都是骂我们的 这件事情先不要那么快去做回应 先让这股腰风吹一场 现在他们都拿着时事件 你太年轻 还有一管救死人的视频到处造扬 不少同行都来拉踩 我们外公的事情好解决 监控的录像 我已经有备份了 我截取一段发布就可以了 然后我再给江安打个电话 谁进来找到袁兄弟 有麻烦你会找老公 找你弟弟 陆太太 臣妹妹吗 陆太太 睁眼和我说话 不要 乖 说话 说什么 喊我名字 陆行俭 太生分了 阿俭 真好听 我之前有事情都找江安的 那是以前 以后有麻烦 接着找我 好 以后什么事情都找你 我已经让林特助去搜集证据了 下午就会知道 到底是哪些不良媒体 在背后造影 我一会儿让小柳 把证据都备份一下 发给你 你还是先好好休息吧 这件事就由我来处理 不了 我今天还要坐诊 今天的门诊 估计都已经排队了 江医生是我见过最有天赋 最年轻的女中医了 那些网友最容易被忽悠了 可不嘛 我们的病能够治好 多亏江医生 江医生别担心 我们永远相信你 相信林氏中医馆 谢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 我们一定会尽快处理好危机的 江医生加油 我们相信你 加油 加油 试试 下班了一起吃晚饭 试试啊 爸 上热搜的事情啊 怎么不和家里说 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没说 都已经被人骂成那个样子了 还不是什么大事 你打算怎么解决啊 我手里有证据 深正不怕影子邪 不用家里帮忙 不用 有型简在 好吧 那爸就不管了 你也吃 都嫁人了 还这么粘人 不怕人家消化 不怕 我要粘着爸爸一辈子 你这丫头 江湿雨 我要让你身败名裂 张雨 我这里有江湿雨 私生活混乱的一手资料 老地方见 石石姐 我们前脚刚发了 小孩事件的澄清视频 这舆论风波刚有所好转 这才不到一个晚上 热搜又冲了上去 石石姐 我们不会被人盯上了吧 是 不过这也太荒谬了 臭屁医生 这分明就是医院 江湿雨 小三滚出终于界 石石姐 现在外面都是各路媒体记者 估计都是来拍料的 石石姐 要不我护送你从侧门出去 我没事 我能应付 陆总 前方堵住了 过不去了 都安排好了 都准备好了 会准备发布 好 陆总 您是在找的 赵一之星有了消息 在下周的拍卖会上 即将进行拍卖 都和他们联系好了 一定要拍下 是 这赵一之星的其他部分 您都已经送给了太太 这作为和亲的赵一之星 您是打算送给太太 做结婚礼吗 这是下个月生日 这就是江院长的小三吧 你说这堂堂的医院教授 还是院长 他竟然背着老婆 在外面养小三 简直不要脸 呸 破坏家庭的小三 他们都姓江 而且 两个人长得也很像 他们不会是妇女吧 这也没什么吧 就这亲密的姿态 你敢说两人没什么 他们长得一点都不像 比起什么妇女好吗 听说过江院长有个儿子 没听说有个女儿 这三和江院长的儿子 差不多大半 这胃口够好的 就是就是 听说这个女人还结婚了 指不定结婚 就是为了掩饰 她跟江院长的奸情 她活起来 估计就是作戏 现在哪家医馆 粉丝疯狂涨了几百万 用不了多久 就开始带货了 现在不都这么操作吗 我早都看透了 她还不止和一个男人 拉扯不轻 看 好奇她老公是谁 恐怕 呼伦贝尔都没她绿吧 临时中医馆的医术 我还是认可的 诸位请不要把个人思想 和中医馆联系到一起 大家快看 网上有更新 大家快看 我上有更新 瘦死了 我都说了是妇女吧 愣是不肯接受现实 被打脸了吧 出了口恶气 真是怪 而且这江家 是真的厉害 几乎都是医生 据说在其他领域 也非常的厉害 这些中医 为了骂我 都盖了几百层楼高楼 真不知道 他们的脸疼不疼 一群键盘侠而已 没必要在乎 也不知道 到底是谁 取走了我的女人 取走她的男人 一定是上辈子 修来的福气吧 老婆 离婚吧 跟我过 我从天平车养你啊 你来了 你是谁 为什么握着我女人的手 我就是江世宇的老公 这是 完了 我失恋了 我的女神被人拐走了 路行俭看起来 不像是会宠老婆的男人 我脸上有东西吗 没有 不过网上说 我看起来 不像是一个会宠太太 你说呢 你以后 每天多爱陆太太一点 她心里开心了 就告诉你答案了 赵培那事情查清楚了 黄若兵派的 是张宇送出去的 把证据 送到警察局吧 张宇是公司员工 这 立刻辞退 毕竟是老同学 不太好吧 老同学就可以违反了 行 接着就去办 陆总 破坏大门的人找到了 是常在街边 搞行为艺术的流浪汉 他说没钱赔偿 不过 我们的人进一步调查到 这几个人在 图丫大门前 和王室集团的大小姐 王若兵有过接触 王若兵 就是聂白昼的追求者 先前刁难太太 被警告的那一位 发布照片造谣的人找到了 他很有可能是 只非破坏大门 破坏大门必须赔偿 造谣的话 我爸将刘主持 适合眼珠子 我绝对不允许 他们的爱情被玷污 且不原谅 好 放消息出去 以后谁和王室集团合作 就是得罪我们陆氏集团 是 妈 你是怎么得罪陆星姐 新婚太太 啊 妈 我都不认识她 我怎么会得罪她呀 不认识 爱她不怀啊 江苏宇姓唐嫂 我去这你也能忍 我记得江苏宇 可是你的相亲对象 怎么人家没看上你 转头跟你谈个老伤 不过也是要是我 我也跟同志 不嫌你 别逼逼 他们七年前就是同学 早就认识了 还有榴莲买好了 明天老地方见 坐等你们表演 怎么会是她 没有的东西 我给你半天的时间 不要连累到王家 不然 我当妹你这个女儿 是是 刚才有个小姑娘拎着果蓝礼品来和我道歉 我听行俭说了 是她把照片发给了媒体 传的谣言 看她等了好几个小时 我也就接受了 让她等一等是应该的 就应该告她侵犯你的名誉权 那我回头找个律师起诉她 这还差不多 对了 试试 你马上就生日了 今年想怎么过 先把医馆的事情解决了 到时候再说吧 好 太太 外面有个自称王小姐的人找你 王若冰 她找我做什么 不见 太太 那个女人她不肯走 那让她进来吧 很抱歉 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很抱歉误会了你 还把你的照片和视频给了狗仔 让他们散播了不实谣言 我不需要你的道歉 那你能不能和陆行俭说 让他不要再跟我们家作对了 我们王家现在真的很艰难 凭什么 就凭你一句道歉 江世宇 当初原本就是因为你和你师兄纠缠 我妈 送客 太太 中午您有什么安排吗 我约了晴晴一起吃饭 那陆总 我吃完 我去给他送 好 太太 我这就告诉陆总 您给他送饭 怎么有一种 被套路的感觉 诗诗 张语刚发了一个朋友圈 我怎么感觉这是在说你呢 不是所有学艺的都是好路 有些人是披着羊皮的狼 不要脸 他被陆行俭开除了 你知道吗 我倒没听行俭提起过 不说 估计觉得不重要吧 陆行俭对老同学这么不待见 指不定是他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 难道 本性的事是他做的 我前两天去接我老公 看到张语跟张子航搞到了一块 张语不是喜欢陆行俭吗 谁知道呢 这个张子航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都结婚了 还在外面乱搞 也不怕他老婆让他近身出户 江诗语 你满意了吧 你本来可以做自己人生的主角 非要跑到别人的生活里做配角 是你自己活该 江诗语 我讨厌你 恨不得你去死 明明是我先喜欢他的 凭什么他最后选择你 那你的喜欢真够廉价的 对不起 我忘记告诉你了 我跟情生吃的川菜 没关系 陆太太能喜欢吃的 我也能试验 对了 今天晚上我搬回主屋 这么早吗 早吗 咱们登记结婚那一天 就应该一起睡了 陆太太 沈迈吗 谁 谁要和你一起睡了 我先回家了 喂 阿姨 把我东西 全部搬回主屋 家伙们 根据粉丝投稿 说这个江医生呀 经常给病人开错药 今天呀 我就带你们见见他 嘿嘿嘿 三十九号王自强 哎 家伙们 到我了 先不说了啊 我先带你们 会会去 嘿嘿 哪里不舒服 我呢 就是腰疼 一直好不了 拍过片子了吗 拍片子 你这不是中医吗 还要拍什么CT 何此共战 中医也需要对症下药 你不拍片子 我怎么给你治疗 去那边躺下 果然是你 看我都没有 拆团 江医生 江医生 快救救我孩子 我孩子快不行了 师师姐 你快出来看看 门口的孩子 他的情况怎么不太近 江医生 你先等一下 江医生 快救救我孩子 我孩子快不行了 把孩子放下 江医生 快点看看 讲什么 现在啊 是打假的时候 如果觉得他是真的扣个一 如果是假的扣干 塞郎针 塞郎针 该 哎呀 这有这时间送小诊所 还不如送呢 附近的复旦 那只能救我 这只能救我 哎 是急净凤 哎呀 我说你这当妈的 怎么不听劝呢 不用去 这孩子肯定能救我 哦 这位先生 你怎么那么确定啊 我是学中医的 我只能说 这个女中医实力很强 就她那针灸的手法 基本功非常扎实 就是这针灸快准痕 我复旦大中医系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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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了都得说大拇指头 嗯就是 江医生的医术明明就很好 这下 谣言不公自破了吧 是 主播 你的打假失败了 你 我的宝贝 你终于醒了 来保险起见 你去楼下开一份的摄箱 给孩子服下 这么大药量 孩子这么小 不会有事吧 哎 是啊 江医生 你确定你开的处方没问题吗 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 我 江医生不用理他 你尽管给娃开药方 几年前我们小区老张的儿子 也是得了几经符 在临世中医馆治好的 不过那时候江医生 你还跟着林老一起学习 当学徒 不过这才几年的功夫 你都可以独当一面了 不过要切记 少量多次服用 病息好诊之后 就可以停药了 如果你们离得近的话 还是再来看一下医生 看还要不要再继续 谢谢 你说你这号都叫了 不如看看再走吧 毕竟我家江医生的号 可是很难挂的 哎呀浪费了多可惜啊 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我家江医生 就要给你们家主播 检查检查身体健康了 这样子做 等一下要试试解罚 你的批都不办 清晨熬夜 这不废话了 多久没有晨起了 病人 请如实购述你的情况 我天天都晨起 不要试图隐瞒 你肾虚的情况 谈不上严重 但是天天晨起 不可能 江医生 我来你这儿 是看我腰疼啊 这跟肾虚没关系 你不是没有病历吗 我就诊卖 一并给你看了 不浪费你的挂号钱 你 你这情况还算不上严重 碍事服药 好好休息 不要熬夜 很快就能好 你拿来吧你 时事姐 我现在看他 还怎么在粉丝面前抬头 调皮 江医生 我们医馆粉丝又涨了 都快六百万了 最近还有好多粉丝 线上私信 想咨询病情 你看 账号呢 我们还是要好好运营 这样更有利于 我们中医文化的推广 这样吧 以后每个月抽几点时间 让医馆的大夫们 轮流线上问诊 回答粉丝们的问题 好的 时事姐 时事姐 要不我们今天早点下班吧 最近大家都特别累 想着一起去散散步 吃吃饭 刚好 大家都想去庙里拜拜 去去会起 要不 时事姐 您一起 好 诗事姐万岁 怨你春旋禀忙 唐弟同心 weisen 菩萨保佑陆星简 一生平安喜乐 得偿所愿 陆太太 生日快乐 今天是我生日 你怎么这么忙 迷糊的自己生日都不记得了 以前都是我爸妈帮我记着吗 那以后都交给为夫了 愿你千山暮雪 海棠依旧 这是 这个是昭仪之星 我小时候母亲为我准备的彩礼 只不过在她去世之前 还只将配件收集集权 直到最近 我才在拍卖会上买到 所以 高中的时候 你就已经把你妈妈准备的彩礼 送给我了 是 不过高中只是个意外 可以很肯定的一点是 你是我不管以前还是未来 唯一想要相伴一生的人 陆太太 能否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护你一世周全 好 小子 我姜家可不是养不起一个姑娘 叔叔放心 谁是嫁给我以后 在家里跟娘家是一样的 叫我什么 爸 爸 尊敬的各位来宾 各位亲朋好友 欢迎大家来参加陆先生的婚礼 我现在看这个昭仪之星 和诗诗身上的耳环和手镯挺搭的 这原本是一套 我来分散了 我呢 是在一次拍卖会上 派得这个昭仪之星 只是没想到 剩下的部分 在刑检这小子手里 我原本是准备 给诗诗作为嫁长 现在做彩礼 也不错 那你还赚那小子那么多 他把我的宝贝女儿都给拐走了 我赚他一点怎么了 是是是 不过分 一点也不过分 新婚快乐呀 晚房的时候 为你准备了新婚礼物 就在书中台上 今天晚上不要错过 你不要孩子呢 就做好防护措施 都给你放在双头里 不用特别感谢我 我老婆呀 如这还回不来 到婚后啊 我个局让他们见见面 礼物都准备好了 都在书中台上 保证你有个 难忘的新婚宴 齐家瑜刚才和你说什么了 神神秘秘的 眼神那么奇怪 她说今天晚上 给我们俩准备了惊喜 什么惊喜 非要晚上去看 这样吧 等会我们先喝 等会让爸妈 深深感觉 咱们就回家 去看看她给你什么惊喜 不许不是你 陆太太需要帮忙吗 呃不用 陆太太 你穿这个衣服真好 等一下 礼物还没拆呢 那我们现在就拆开看看 我给你戴上 这个还没拆 这个 这谁送的 这个应该是 齐家瑜 这个齐家瑜 之前不正经 现在还这么不正经 那既然这样 所以不要辜负 齐家瑜的一份名 不是说杜蜜月吗 怎么来平江了 因为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没有做 什么事啊 告诉外婆 我们结婚了 谢谢你 陆行俭 谢谢你把我的事情都放在心上 嗯 哇 外婆 我和行俭已经结婚了 我得她来看你 走吧 对了 齐家喻说平江的校友祥和我们一起吃个饭 我订了个包间 我确实好久没见这里的老同学了 真的很怀念 我还是更怀念 以前陆太太聊我的那个家 我那都是小儿科 哪能跟你比 那我再给陆太太一点时间 做好心理准备 那又不是现在 陆行姐 你正经点 我怕我太正经了 陆太太会不高兴 都安排好了 张子豪 今晚上你就安心懂得睡美人好了 你真让江湿雨来平江了 不是我让 而是你心里神圣的江湿雨 本身不过就是一朵交际花吧 只要价格对了 睡它自然没问题 江湿雨 嫁给了陆行姐又怎么样 你不配 哎 同学们 生数了 虽然我们陆学神现在是陆总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 他只对僵尸雨例外 现在呢 他依旧也对僵尸雨例外 那么我代表高三A班 所有的同学问问你 你是如何征服我们清冷高贵 不识人间烟火的陆神子呢 嗯 后脸皮 是我先勾引的陆坦 哎 你这就开始呼吸了 恭喜啊 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在一起的 江同学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高丽君 恭喜你啊 得偿所愿了 我当然记得了 多亏了你还记得七年前的事呢 才让我们坏起了误会 真羡慕你们俩啊 没想到这么多年以后 你们还是在一起 是啊 可惜了张雨 这些年他算是一腔热血 付出东流了吧 谢谢大家的祝福 来 喝一个 来 来 来 干杯 来 我记得当年 江同学可是天天缠着陆学神的 哎 我也记得 当时我还给江同学让座位了呢 我去上个厕所 江同学 你可让我好等呀 你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 我老公就在隔壁 还好这口呢 那我今晚就要好好陪你玩上去 你干嘛一起来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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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诗语 你今天就算是叫破喉咙 也没有人来救你 我倒要看了 被别人玩过的破邪 陆行俭还要不要你 张雨 你怎么在这儿啊 救命啊 救我 诗诗 诗诗是你在里面吗 救我 我在里面 诗诗 你的雷尔巴 等着 陆行俭 快试试被关在前面的包厢了 这 快点 快去 快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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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皮子 诗如你妈的清高呢 老子在你身上 老花了整整三百万呢 今天不管是有什么方法 我都要在你身上把三百万给弄回来 你 那 救命啊 正好呀 这还是反锁的 不过这屋内声音也可全部听得到的 正好呀 就让你老公听听 你是怎么在我身上求饶的 放开我 陆行俭 陆行俭 救我 张总好 你别乱来 钥匙 张总好 先生 行俭 先带嫂子走 这里交给我了 不用给我留青年 放心吧 我保证他三十年 鱼不开屏枪 请俭你怎么了 你这是快生了 我赶了一一两 没事 你这只是刚开始攻准 彦琴姐 扶一下 恭喜是千金 六斤六两 真可爱 刚才在车上的时候 潘宁就跟我说 我和这孩子有缘 让我做他的干妈 医生 我老婆怎么样了 你怎么才来啊 你看看 慢点 晴晴 是是 你怎么样了 没事 老婆 辛苦了 这位晴晴高兴 对啊 我也很高兴 我回去一定要给孩子 好好跳一个礼物 好 陆行俭 你说如果七年前 我们没有错过的话 现在 是不是也应该有了孩子 别想这么多了 你昨天晚上 照顾了潘琴一个晚上 我们先回去好好休息 嗯 星姐 是高中 现在应该放假了 没什么人 说不定 我们能进去看看 嗯 江世宇 大叔 你还记得我 哪咋能不记得呢 我都在这当了多少年保安了 像江同学什么疯的丫头 绝对是独一封 陆星姐 哈 哎 陆星姐 腿软了 需要你扶我 但是 你怎么每次都腿软 要不我给你买个轮椅就 哎呀 不嘛 我就要你扶我 走 当年 江同学突然就走了 陆同学还一直找你呢 你们现在这是 我们结婚了 哎呀 恭喜恭喜 哎呀 是要进去看看吧 做换完事吧 现在刚好放假 谢谢大叔 嗯 好 记得早点出来啊 好 你看啊 那边你还记得吗 石头在哪儿 是不是在最前面 最前面 走 在里面 陆星姐 还记得这里吗 当然记得 这里可是当年 你帮我补习英语的地方 我可都记得呢 不过 我真的很感谢你 我出国之后 英语特别流利 你为我省了不少时间呢 能为陆太太效劳 是我的无信 我还没问过你 当年 你已经有了自己的规划 但是我们的未来 还没有确定 你为什么要帮我补习英语 把课文给我 陆星姐 你愿意为我补习了 现在 我读一句 你跟着我读 你跟着我 你跟着我 有一个时间 在古老人 江世玉 我再读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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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世玉 专心 你 世玉 话说回来 你是不是忘了个事 学费 什么时候清算一下 什么学费 江世玉 你刚才说感激我呢 这么快就不认着了 七年前的事 你现在来问我要学费 谁让你当时不说呢 当时我们很小 不适合这次 现在 我正合适合 陆星姐 你可恶 喂 喂 陆总 张子航的老婆找到了我 说是已经和张子航 划情关系 希望陆氏 不要再对付他们了 还有 他老婆找到了张宇 拍摄了一段视频过来 张宇承认 当年删除了 您手机里的内容 而且 先前那个五股娃娃 也是他送给太太 恐吓太太的 证据有吗 有 一并送过来了 陆总 请问怎么处理 陆太太 你想怎么处理 严惩不带 听到了吗 我太太说 严惩不带 是 陆太太 你要带我去哪 来了你就知道了 这是我高中住的房间 陆行俭 这个手机里藏着我的整个高中 看来你不止喜欢我的手 还喜欢偷拍我 我没有偷拍 那些都是我收藏的 你知不知道收藏这么多照片 很辛苦的 哪像你 那个时候对我爱大不理的 我说 你 你 有 在 我 我 江世元,我到了国外,我租住在一位美籍华人的家里,住在一个小哥们,从小哥楼上往下看,可以看到花园里面开的正好的花,我想你一定会很喜欢。 江世元,回我信息好了,就算是要判刑,你也要当面和我宣判,对不对?你这样一声不响的消失,是准备给我判无期徒刑吗? 尊敬的客户您好,您于5月13号异地成功缴费5000元。 洛杉姐,你一直都在给我发消息。 是,我每天都会发一条,你消失之后,我每天也会发一条。 后来,我出国留学,我也每天给你发,而且,有时,我还会给你发照片,以后想着,就算你哪天看到了,也会看到我发的消息的。 是,是,我希望我的每一天,都有你。 洛杉姐,我发现,我越来越爱你了。 还有力气吗? 还不都是因为你,昨天晚上,我都求饶了,你都不放过。 我是说,如果没有力气的话,我们改天再来。 可是,我们下午就要飞去多蜜月了,下次再来,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都是你惹的祸。 这样吧,今天必须要惩罚你,就罚你,把我背上去。 行,来,上来吧。 陆行姐,你帮我放下来吧,我可以自己走。 山不高,你要那么轻,我没关系。 话说,你怎么突然想来这儿啊? 你不记得了吗? 记得什么? 小时候啊。 走吧,我带你上山。 我。 我。 同学, 叔叔别再吊了。 所以, 你是因为手才认出的我? 是啊,不像某些人,说自己记忆抄群,什么都能记住,结果呢,连我都没认出来。 你还好意思说,那个时候啊,你那么糟,你爸妈来了也不一定会认识我,你还好意思说我。 原来,我错过了陆太太两次。 那你说,该不该罚? 该罚,那就罚,这辈子我只做陆太太的陆先生,使之不云,好不好? 陆太太,你愿意,这一辈子都牵着我的手? 如果你表现好的话,我会考虑。 那这么说来,你对我昨天晚上表现,不是很满意啊。 那今天晚上,我们再见再厉害。 陆行俭,谁和你说这个了? 陆太太,你看,太阳出来了。 我爱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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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